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竟然反省打出范天应 靠出卖师父过活 这就有点为人不迟了 都说教主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骗点钱也就罢了 好歹还能宣传点民主意识 口称是义工嘛 现在听说要搞什么灵力群 每位呢又收三千美金 这麻烦就大了 把灵力聚财 然后再唠民主 我就想知道一点 灵力跟弹吹有什么区别吗 国内有一些民族启蒙群 从QQ混到微信 解散了一百多次的 我也见识了 里面有大师 自然也有三角猫 借着启蒙的这个名头做一些服务工作 比如为群友代购代队美国彩票 其实国人的心地啊 还是比较损良的 以为大家都是追求民主的同道 自然信任有加 两百块钱因素倒也承担得起 久而久之呢 竟然搞出一个美国彩票群了 可见啊 透支群友的信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真要中了几百万美元的大奖 估计我们现在也就见不着这位民主之旅的发起人呢 微信群不仅有人向往自由 更有甚至人被蛊惑的变卖家产 委托这些三角猫代办振币 甚至投资入股他的旅游公司 于是一位受害者就闪亮登场 一把汇出了五万美金 预备在自由的地方 建立新的成果 对于骗子来说呢 钱总是个好东西 现在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是吧 于是三角猫出事身手 也然一副救世主的模样 可惜啊 心理素质不咋的 人家苦祖来到新大陆 三言两语就被揭穿了话皮 抛家舍业的投奔自由 一头朗入骗子的怀中 激愤之余 枪都买了 得 还钱呗 一时测不齐咋办呢 列出还款计划 五万美金 每年还一万 还找个有名望的人来做担保 这件事便压了下来 今年呢 新逢郭爆料 是吧 三角猫七摇八旺的总算找到了人生目标 一改前期的不去 坚持挺过 为了聚合人气 铁心打他 于是乎 义工 自媒体 采访东京大会 开拓民主之旅的旅游团 说实话 凭本吃吃饭 靠看客打赏 这都是很寻常的事情 你卖乖 卖笑 擦客打魂呢 咱都喝彩 搞邻力培训 还每位收三千美金 这难免 咱就得跟你说道说道 三角猫把我拉黑了 我也没辙 推特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平台 黑了我自然就递不上话 咱干脆就录一集 许时能转到你的眼前 其实就一个问题 麻烦你得空的时候回复一下 帮助内地的这个微信群友 帮你认币 你有律师牌照吗? 据我所知 你只是个高中毕业 并没有在美国深造的机会 自然也判不上什么疙瘩加大的 教主的民主大学 申办政币的程序 你可能已经记忆损属了 可你忘了一点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是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 无牌无照 预谋榨取中国籍公民的资金 非法包办政治货币 政治庇护 这是触犯纽约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的行为 你真以为拿到了美国国籍 就可以百读不清了吗? 是什么让你自大道藐视法律实施诈骗的呢? 就凭你屁股负面挂的那面 皱巴巴的青条旗 美国政府为你提供绿卡 接纳你的公民申请 是张开怀抱 接纳你投奔自由 没说顺带子发给你一张免死金牌啊 自大的呢 不一定是自信心膨胀的结果 其实更多的可能来源于你的虚荣性 于明基这边 很容易就能查清楚你有没有自治 虎祖借着美国 自然你也用不着吓唬人家 恐吓更是违法了 相信你这一点还是明白的 纸包不住火 是追着早晚要扎破袋子的 真出了事儿 大老帮你担保的三方还款协议还能有效吗? 你就真把人拖出来 至多也就是个受你蒙蔽的证人证言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州务卿 罗用了一万四千美元的竞选资金去赌博的视频 法官判了七条 第一 退还被侵占的一万四千美金 第二 罚款一万四千美金 第三 判有期徒刑七年半 缓刑两年 第四 先入监狱 囚禁三十天 第五 两年的缓刑期 必须佩戴 带有GPS定位器的电子镣铐 第六 在当地六家主流媒体刊登道歉信 第七 做两千小时的义工 我看了一下 也就义工这一团你是苏练工 这还是人家 预先达成认罪协议的前提下的优待 你看看 自由世界呢 向来是官不了层 平民 只要不去做 好好挣钱养家 本来就没什么大事 一批三个谎 那是教主的专场 人家浪迹江湖小三十年 总有一些保命绝活的 你以为你翅膀长硬了 真的吗 据说美国的监狱呢 奸使并不用此 两个人一间 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 你要是不跟选飞一样的折腾 好歹还能有个人 各三差五的给你送个餐啊 聊个天啊 你看这下黄了吧 心可以大 不都不能转 洗干净屁股 准备到大牢吧 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假事 其实啊 你要是不屏蔽我 咱这会儿也就是个私信的事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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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